大家好,今天是2月13号 昨天呢,从美国传来的一个比较震惊的消息是 那个华人的那个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安德鲁洋 他突然的宣布退选 其实呢,你说突然也不,也不是很突然啊 其实我觉得呢,也是预料之中的 我注意到安德鲁洋的大概是不到半年前吧 当时,其实之前呢,也就在我新闻上看过一些对他的报道 但在真正了解他的政策之前呢 我和其他的很多人都一样 就认为他的这种给美人发1000块钱 每个月发1000块钱的这种政策呢 是一个不可行的政策 所以也就止步于此,就没有再继续往下看 但一旦后来有了机会,有了时间 真正的看了一下他的竞选纲领 听了他一个人的演讲和别人对他的访谈之后呢 我一下子被他吸引住了 而且我觉得呢,一下子就变成他的粉丝了 我们叫Yanggan,虽然我不在美国 首先,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第二呢,他做了自己的homework,家庭作业 他准备的非常好 他为了竞选总统,他已经竞选了 他已经准备了两年时间 他已经自己在那跑两年时间了 拉选票 在这之前他写了一本书 专门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的想法他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年了 所以呢,他是一个有备而来的人 他的政策也,我看也就非常make sense 非常有道理 实际上呢,他在美国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拥护者 真正的,真正的拥护者 只要看过他的视频的,他的转化力非常之高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华人的代表 像这样的华人,有这样数字的人非常非常少 他能够出来竞选美国总统 并且取得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相当不容易 虽然我一直对他特别特别的有信心吧 但是现实,我也知道这个现实是非常 他要真的当选的话,这个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们刚才讲了几个优点,那我们再讲几个缺点 他的手,他的不足之处 第一就是资历不够 他开始竞选的时候44岁,现在45岁 他拿得出手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 虽然他被奥巴马接见过两次 他也不是一般人,他不是一般人 但即使如此,他离真正的就是非常厉害的资历 还有一点距离,他毕竟太年轻了 第二个是,他的这个提议是一个革命性的提议 这个提议对美国政府的,对美国这个整个制度的这种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他没有获得主流的社会的支持 所谓的主流社会呢,实际上并不是指每一个老百姓 而是指那些精英阶纯,那些控制着美国的资源的那些人 那些掌握着媒体,掌握着银行系统,那些大商人 以及那些站在幕后的能影响舆论的那些人 那些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各种,他从这个开始竞选到现在 几乎没有得到一个大的媒体以及一些大的商人的真正的背书 媒体对他的报道都是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压制性的报道 几乎不主动报道他 OK,我们看了他的优势和劣势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他真正导致他没有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的资历 也不是他的年纪 也不是他的政策 他的政策 make sense 也不是他不努力 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这个UBI,这个政策 没有获得美国主流的支持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经过了安久洋的这次竞选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民主 他不是真正的民主 实际上安久洋呢 他的这个安久洋的这个政策呢 对老百姓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如果在这种媒体的配合下 如果让所有的所有的选民都真正的去认识他 给他一个平台 给他正常的发声渠道的话呢 他是会被人接受的 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会支持他的政策 因为这个对老百姓有利嘛 对普通人有利嘛 不仅对普通人 不仅对一般人有利 对中小企业也很有利 他是个少有的能够团结起左派右派 所有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恰恰是美国 美国那些掌握着 掌握着这个社会资源 掌握着真正的那个权力的 那些幕后的那些那些人 他很不喜欢这样 甚至包括民主党本身的人 我虽然美国是两党政治 虽然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总是对着干 但是那个 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在小心的 或者说不成文的在维护他们一个既定的制度 也就是说共和党 扮演共和党的角色 民主党扮演民主党的角色 他们的有既定的角色可扮演 他们代表自己的既定人群 但他们都不想打破现有的这个制度 不想打破现有的这个游戏规则 一旦打破了 有可能会带来带来很大的后果 这也是他们两个党都自觉的在维护 他们两个党中间有些候选人如果 在偏离这个轨道 他们就会把那些候选主动的剔除掉 安主扬就是被民主党内部这样剔除掉的 这一点占了最主要的作用 主要的原因 因为你可以看那个 印第安那州的那个 Peter Buttigge 那个人 他本身也很年轻 他没有什么好的政策 他比较能说 但是很空洞 整个其实是比安主扬来说拿不上台面的 但他现在被推成第二 也就是说美国的民意实际上是可以被左右的 美国的选举实际上是可以被左右的 这是这一次安主扬退选来说 最让人最失望的一点 或者说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民众 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 要把他们的 真正的把这个民主制度改造成真正的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民主制度 现在离内部还比较远 至少从这件事情上看出 美国的民主 有他非常多大的虚伪的程度在里头 我不得不这样说 我是一个坚定的信仰民主的人 但是非常遗憾的 这一次就是这样的感觉 安主扬为什么会退选呢 其实他非常自信 他从开头到后来 他相 而且他的粉丝 他都非常的帮忙 可以说有的人甚至是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的积蓄 全身性的投入在帮他 他为什么会突然退选呢 就比我们想象的他还要快 原因是因为第一 在Iowa 他已经 他 发现他 那个Caucas突然间就出了很多的问题 比他预想的结果差很多 他受了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个到这个New Hampshire 只有一个多星期的之前的事情 这个中间他在New Hampshire第二次 那次还参加了一次辩论会 那次辩论会的时候你感觉到他精神上来就不行了 就感觉自信心就下降了很多了 他实际上得到的speaking time也非常的少 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了 他在面对整个系统 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了 无论他手下 他自杀的人多么努力 他们非常难在短时间内扭转这个局面 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这两个州 他把自己的所有几乎所有的钱 他比别人投的都 相对来说都多的多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州不出结果 他基本上认为就没戏了 实际上New Hampshire最后开出来的结果 他甚至比那个好多 他是所有的 还能提得出民生来的候选人当中最后一个 这比民调还低 这个让人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结果 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 他是一个党类选举 他是党类的预选 他是由这个美国的民主党的这个机构 来负责开展的 所以他并不一定会给大家公开 到底是什么事情 是他自己说了算 最后 所以 所以 也许Andrea看到这点 认为大事已去 他 他知道这个 不仅仅是在和这个选民 是在争取选民 同时这个如果上面的这个系统 他不支持他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他掀起了这场运动 他掀起了这场运动 就是这场叫做Freedom Dividend的运动 或者叫Math 他的口号这些都非常好 都是Perfect的 他这次的口号 政策也是Perfect的 这场运动还会再继续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将 他肯定这段时间属于一个 在痛进思痛的一个过程 但是他将会採取什么策略呢 我个人认为 他应该去利用未来的四年时间 充实自己 比如说去竞选一个公职 当一个参议员 或者是当一个众议员 能不能竞选到州长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至少他要 比他自己搞的那个 公益公司的那个CEO 要更高一层的一个职务 然后呢 他如果再能出一本书之类的 再过四年之后 也许他还真有希望 我希望他能够再重来 因为他改造 他改进的不光是美国 而且也是整个世界 然后呢 这个策略是不是 当然了 为什么这个UBI每个月 给每个人发一千美元 这个事情 没有得到主流的支持呢 其中我个人认为 有一点就是 他将会转移社会财富 每年两万多亿 从这个社会当中转移到这个 所有老百姓手里 这个转移 这个财富的转移是非常巨大的 美国的这个社会 能不能很快适应这一点 咱真不一定啊 他可能需要把这个 政策再稍微 精调一下 调一下 加一些限制条件进去 可能才行 把这个规模稍微缩一点点 但是我个人 还是非常认同他的想法 我认为这个想法 是一个代表着未来的趋势 而且美国 这样一个世界上 挣钱挣得最多的国家 他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一点 他可以为其他的国家 做出一个表算 其他国家也 也可以跟进 所以 非常 所有的这个 安德鲁洋的粉丝都非常的伤心 昨天他好像失去了一个主心股 但是 但我相信他们会继续在美国 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把这个变成一个运动 然后 然后 在美国持续的开展进行运动 然后 让安德鲁洋的这个 家喻互相 让安德鲁洋的民生 传入 传入到大部分人 那个时候再做更多的铺顶 他四年之后还有希望 如果他能够 我相信他有这样的心理数字 能够中山再起 这是我个人感觉 另外对美国 马上进行了今年的大选 我认为民主党基本没戏了 川普还有四年 如果我是美国的选民 我可能也会选 算不算 因为 其他的民主党的那些核选 的确是一般 的确是一般 川普呢也是一个很另类的 他也给美国带来了非常 比较巨大的改变 但他那个还是在一个框框里面的改变 而且带来了非常大的争议 但他至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一个总统 我想川普会非常高兴看到安德鲁洋这次的失礼 但是呢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中下层 特别是底层的人 有一种愤怒 比如说这个 Sanders Bernie Sanders 获得了 Bernie Sanders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或者改革者 他是一个革命者 他讲的是Revolution 讲的是angry的事情 他有非常多的支持者 这些支持者就是下层的这些人 这些人有一种愤怒 他有可能会把Bernie Sanders推成总统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我认为和川普比较可能还是不行 因为 但是呢 但是呢还是有这么一个可能的 如果美国真的到了那一步 可能美国的变化将会比上 比川普上台还要戏剧化 好 但是呢我认为Bernie Sanders也是体制内的 所以 所以他虽然打着这个旗号上去 但他到时候在上面做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好 另外呢还有一个未知的就是 会不会有人把Andre Yang 弄成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那也有可能 我们希望这个出现 因为这样呢 Andre Yang就可以在这个体制内 把他的这个policy带进去 而且他的这个自民度也会大幅增加 对他下一步竞选非常有好处 毕竟他非常年轻 好 好那我们就祝Andre Yang这个all the best 啊 的的确确他Andre Yang的这次运动 这次竞选改变了很多人 给大家 的确实让大家进行了思考 嗯 而且也是一个 我认为是刚刚开始一个社会运动 整个人的社会将会因为这一次竞选变得更更好 好 下次再见 拜拜